這是西部計劃的第16頁 那個你提到鑑幣率指定為70% 容積率規定為300% 這個將來在執行上會有問題的 因為你就是指定70% 69.99都不行啊 一般都不會用的 就是建議說不得超過了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從 都用不得超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覺得他這邊規定 不得做住宅使用 我倒是呼籲剛剛張委員的意見 我建議我們這邊 不要先把自己這邊先綁住 因為現在這個合一住宅 或者什麼公益住宅 反正不管叫什麼名字的 一直都找不到地方 你先 那個就是你先讓他說也可以做 不做是你市府的權利 但是如果哪天市府的政策 覺得這邊上面要真的在做住宅的時候 至少還有那個彈性 不要再為了那個事情 再去修這個西部計畫以上 好主席 這個簡報二十五月 這個瓜湖山 這個建營建築基地 比林門甲大到 零流色寬七公尺以上之基地內通路 那這個依照建築基地規則 建築基地規則 我們市場屬於特定建築 應該留八公尺 那我是建議說改成八公尺 那以上就不要了 以上 以上將來你想留十公尺 你在規劃上你就十公尺十二個 就八公尺 那另外呢 林基地側再留這三公尺以上 我也是建議取消了 那以下還有 接下來有一個至少兩公尺以上 至少我建議取消以上 至少取消以上 反正就淨兩公尺 我為什麼這樣建議 因為將來你在都市 你如果想規劃比兩公尺寬 或是三公尺寬 你就規劃三公尺 但在都市的時候 有些委員認為說兩公尺以上 他認為說你應該留十四公尺 但你原先都規劃好了 兩公尺規劃好 那他建議你留十四公尺 等於是要重新來改 我想這個 這個數據要一個 要一個確定 那你希望規劃上 希望快一點 你就只快一點 以上建議 好 謝謝 現在委員在這段態什麼問題 沒有 我是不是要請那個 市長出門回應一下 剛剛那些人可以幫我看一下 這個我想第一個 政委業主張已經剛剛回應了 連上我們修正了 黃台東 黃委員的意見 那個可以嗎 這個文字有個修正 交通 有關那個黃委員的一些建議 就是有這個部分我覺得說 我們都可以 可以修正 可以修正 那張柏林委員跟 那張柏林委員 那張柏林委員 其實有一個 呃 有一個建議說住宅 不得作出使用這個 不設限這件事情 當一個回應 第二個 當柏林委員 特地提到 不應該不得到 這張柏林委員 要做說明 好不好 呃 這個 當柏林委員 那張柏林委員 那張柏林委員 剛剛我跟那個 那個 要先 事業主張先做投送啦 這個 那個我想說 就是有關於 呃 等我做宿宅的部分來講 我想那個部分 如果刪除掉 那我想說我們 那個我們 我們事業主張 我們沒有意見 因為未來也是看 事業上的 實用需求 來做考量 來 這 好 那發言局 不過發言局要 說明 因為我們 剛剛的下一個案子 是這個廣告的部分 發言局其實要說明 所有可以做 供應住宅的基地 其實室友的土地 發言局都會盡量去 爭取跟利用 那為什麼在這一塊 基地的上面 其實是沒有去爭取 做供應住宅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呃 它批發市場 它的作業形態是 日夜電子島 它是三四點的作業的方式 所以呢 在上面做住宅的話呢 其實是對住宅安寧 完全是衝突的一個 一個形態 所以是經過我們 評估它上面 可能是沒有辦法 做公園住宅 或者住宅樓上的人 其實晚上都 可能都沒有辦法 睡覺了 所以才沒有去做爭取 那其他的基地的 室友的土地 我們都會盡可能 充分善用 這樣的一個機會 是 那 請問 這位 那個市場上面做住宅 對住宅的評估 當時 他們其實說是有影響的 那 我們現在舉個例子 西林市場可以看到 住宅 下面是一個批發 西林市場 西林市場 國宅 評估 查各位 可以看到 所以說我們不建議 這個批發市場做國宅 還有什麼交補充 還有什麼交補充 剛剛那個黃偉人提到說 那個七公子改八公子的部分 那麼圖書我稍微有看過 那兩點說明 第一個 它那個七公子是內部的通路 它事實上 是 真正基地面臨的道路 應該是馬上講 大道 那個八公子 絕對是夠 那我會講這個 就是因為 在跟 我們 國通的過程裡面 因為它那個 七公子前面 是退縮 七公子這邊還有一個 三公子的部分 那原來是兩公子半 或是 一點五公子 那 那個結構 是不是夠收 再調整到 八公子 夠不夠 我想那建築是應該要說明一下 我不反對說八公子 不反對說那個 那個 八公子不可以 或是怎麼樣 寬一點 我們也同意 但是問題是它的結構設計 能不能做這樣 等於增加一公子的退縮進去 這個部分 是不是 市場所或是 他們的建築是應該要做一個說明 這個不是喔 這個是法建築紀事規則規定 特定建築 就像工廠一樣 你工廠很大 你裡面的基地點 通路就是要八米以上 你原來也是規劃八米嘛 那後來他們就改成七米 這個是法規規定 你如果不改的話 將來到 你在都審或是建造審查 也是會邀請你改 這個不是 這個結構都可以克服 我想你已經有初步認可這個事情 我們所了解 都審 都審 我跟委員報告 跟黃委員報告 就是這樣子 我們華南市場的攤商有1323攤 那在跟攤商 過程當中 攤商幾乎 依照他們的營運需求 就幾乎希望 留在地面 對他們來講 營運是最大的 對需求最大的 所以在整個地面上來講 大概今天內通路 我現在目前來講 都是依照在100年11月29號 跟交通局延伸的結果 事實上 是以七米的話 構成一個所謂的七張路 黃河南路 鵬甲大道一個環狀的一個道路 這樣的一個交通流量來講的話 就已經足夠這樣的一個需求 如果說在這樣子 如果說以工廠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退縮八米的話 事實上 對我們的一個整個來講 可能會影響更大的一個攤位 會往地下室 或往二樓翻 那這樣會整個一個 對整個營運來講 可能不是很適當 所以就更建議和華為說 是不是維持這樣的一個 原意的方式 謝謝 我不是說 這個 這個 比照這個 這個工廠 我是說 這個建築紀事規則裡面 基地內通路 你設施特定建築物 就是要八米上城 這個法令你要 你請建築師再想一查 不然你將來通過以後 你規劃好了 設計好了 到建造的時候 沒有過還不是一樣 就我是建議 那個 那個 法令局有什麼 或建管處 那次阿倫 沒有過 沒有過 對 我們 比